我先說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朋友都經常喝益X多 其實它可否真的改善你腸胃功能 大家有沒有試過喝10禮拜 它是你的糖分基本上已經對你身體非常之無益 因為它裡面的營養素是沒有什麼的 它就會用身體營養素去做消化 第二 第一 益生菌有什麼特色 它會被消化 所以如果你喝益X多 最後它在胃上消化了 它就是死了的益生菌 益生菌和人死都不能復生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否則那些健康食店會賣你幾百元一瓶 每人都買 這個是事實來的 但這個極速酸裡面 它就加了活性益生菌 裡面主要是乳酸鋼菌和雙旗鋼 大家其實就不用執著是有多少種的 因為細菌戰是這樣 你的大哥打贏了 我是益菌 其他細菌就會有地方 明白嗎 亥菌也是 他一個大哥打贏了 其他亥菌就會增大 所以最重要的是那個份量是足夠的 但是益菌有什麼好處呢 它在牆上會製造營養素 特別是維他命B和生物素 生物素是用的 包天 缺階會有皮膚炎 你要皮膚好 頭髮好 要製造皮膚頭髮的蛋白 都一定有大小的生物素 另外 維他命E 維他命K有什麼用 骨質疏鬆 骨質密度 凝血 另外 因為它製造到乳酸 會令到腸裡面的海菌死亡 可以改善到輻射 幫助身體解凍 有什麼人要補充生菌 吃肉獸 吃肉獸 即是很喜歡吃肉的朋友 為什麼呢 特別是煎炸的肉類 它煎炸過的蛋白質 去到腸那裏 是害菌的食物 可以嗎 是害菌的食物 所以你越吃得多這個肉類 你身體裏面的生菌越少 什麼是益菌的食物 除了生菌之外 就是纖維 纖維 和剛才說過霸糖 另外第二 是吃抗生素人士 因為抗生素很霸道 它分不到你就自己有 它什麼都要殺 所以當你吃了抗生素之後 你最好補充這些生菌 另外就是生活壓力大 因為你受壓的時候 身體的害菌比例會提升 所以你要補充這些菌去爆它 因為細菌戰是這樣的 當我們小朋友 剛出生的時候 我們長度是九成億菌 八成年之後不足兩成 你六十歲不足一成 所以你中間一定要補充 所以極粗脂肌 也選了其中這個成分補充